捷运车厢上身穿绿色外套的男子一把抓起临座的乘客 接着被揪衣领的男子也不甘示弱地回击 两人走出车厢还继续动手推打 这是上个月发生在捷运龙山市站的冲突事件 两名男子因为双方坐得很近 列车刹车时脚互相碰触到 男子质疑对方为何旁边有空位 仍要和他相领而坐 一言不合引发彼此不满 双方按耐不住火气发生口角 进而引起肢体冲突 捷运警察接获通报立即到场化解纷争 怎么样 你不要动手吧 大家可以讲 口角就会到好不好 动手就不对了 日前有一名男子搭乘捷运反乱线列车 与另名乘客英语车相座位坐得太近而有所碰触 进而发生肢体冲突 捷警接获通报立即到场调节纠纷 即时化解冲突 幸会有危害事件发生 捷警队统计 112年1月份受理捷运系统内 因故细量成 纠纷案件总计25件 其中碰撞纠纷纷有9件 占纠纷案件36% 捷警队呼应 捷运系统人潮拥挤 难免发生碰撞 旅客搭乘捷运系统 因平行器 意识意识 务必冷静面对 如发生增值或危险 可立即按下车厢 门边防守紧急按钮 绝紧立即 赶赴现场处理 经警方现场调解 小以大义 并告知相关法律权益 双方皆冷静下来 表示不愿追究 最后互相致歉后离去 索性未波及其他乘客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